这个是小朋友无法抗拒的美味 简单来有好味 家里的小朋友不喜欢吃咸芳包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一口西多士 也是以前我们餐厅买得很好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些普通的咸芳包 做西多士肯定无法吃花心酱 这个花心酱我女儿很喜欢吃 配料表很干净 所以我都很放心给她吃 这个花心酱的配料表 自有花生 奇亚子和食用盐 奇亚子是一个善食纤维 也含有一定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所以是很健康的 你看看这个质地 它是一个很顺滑的花心酱 不是一坨坨坨的花心酱 这个花心酱真的很好滑 我们在面包中 薄薄的抹一层花心酱 待会做出来的西多士就香很多了 这个花心酱加了一些河盐 吃起来咸咸的 待会我们就混点练乳一起吃 很棒的 我们一共做三层 涂两块面包 把面包掉起来 最后一块就不用涂花心酱 一共三层 然后我们把面包皮切成 再切一个十字 把面包切成四块 其实以前我们在餐厅会切九块 显得多些 但我们自己在家吃就不需要切九块 切成九块要煎九块 我们时间不足够 所以我们切四块就已经够小够了 然后我们打一个鸡蛋 把它打匀 我们以前做餐厅就会炸的 但是在家做我觉得煎就可以了 放一个黄油 这个黄油我们最好用动物黄油 小朋友吃植物黄油没有益的 一定要用小火 黄油很快焦的 将这个面包四面白方 都黏一层蛋液 再放在这里煎 我们先煎侧面 让它定型 它就不会散开了 好香啊 现在你已经闻到的 是啊 你们买黄油 一定要买一些大牌子的黄油 我试过买一些小牌子的 动物黄油 它不会有那么香 全面包放进去之后 我们就调到中火来煎 将四面白方全部都煎至金黄色 是不是煎得很漂亮 不要心急啊 用小火慢慢煎 大概两分钟就煎得好 很简单 放上碟子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们煎一些练乳 又好看又好吃 甜甜的 咸咸的 哇 正啊 好吸引啊 是不是好像餐厅那些呢 是啊 簡直就是餐厅的出品 中间的花生酱很香啊 你们一定要试一下 这个 这个奇牙子吃下去的嘴里 好像一粒粒在嘴里爆开的 很脆的口感非常之好 哇 你很饿感啊 妈妈做的好吗 好吗 好 那给白人吃好吗 好 嗯 我自己吃啊 你喂我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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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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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